hello大家好 今天将为大家介绍的是 DJI推出了一段时间了的这款 RS4稳定器 它也跟随我一段时间了 DJI作为全球知名的无人机和影像设备制造商 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 已经在稳定器的领域占领了领先的一个地位 RS4它作为现在最新的一代产品 集成了很多它的先进的技术 进一步提升了拍摄的稳定性和操作的一个便携性 特别适合专业摄影师和视频创作者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各个特点 首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DJI RS4的设计与外观 那RS4它的整体设计非常的轻巧 采用了航空级别的铝合金的一个材质 使得它在保持高强度的同时 重量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那这款稳定器它的净重量仅为1.3公斤 非常适合长时间的一个手持的一个拍摄 那同时呢 RS4保持了模块化的一个设计 那用户可以轻松的拆卸和更换不同的配件 非常便于携带 那适应不同的一个拍摄需求 RS4呢还采用了全新的人体工学设计 那手柄的部分经过了一个优化 那让你握持的感觉呢会更舒适 更有效的减少了这个长时间带来的一个疲劳感 那手柄上还配有一个防滑的一个涂层 那确保在不同环境下都能比较稳定的一个操控 一个安全性 那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续航 那说到续航呢 DJI RS4呢 它配备了非常强劲的一个电池 满电状态下呢 它能够持续的工作长达12个小时 那这样的续航时间呢 完全能够满足你一个日常的拍摄需求的 那即使是在长时间的外景拍摄中呢 也不用频繁的去更换一个电池的情况 此外呢 RS4呢也支持一个快充的一个功能 那30分钟呢 你就可以充大概80%的一个电量 那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那对于一些视频创作者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另外呢 如果你需要更长的续航时间呢 你也可以额外购买他们的一个大容量电池 那你可以持续拍摄29个小时 这个挺夸张的 那增强的这个稳定性与算法的一个升级呢 我们来说一下它最核心的功能 就是它的稳定性 作为一款专业的三轴稳定器呢 RS4采用了最新的第四代算法 那大幅提升了防抖性能 即使在快速运动的场景下呢 它也能够保持画面的一个平稳流畅 这对于拍摄动态视频的用户来说 尤为重要 此外 RS4呢 它内置了这个增强的一个电机 它的电机会比之前的更强一些 那能够承载更大的一个重量 最高呢 它可以承载三公斤 这意味着呢你可以搭载更多的一个专业的镜头 那比如说像我的用途的话 我的镜头都不会太大 那这个已经是绝对是够你用了的 RS4呢 它的自动效忠功能也值得一提 那通过内置的一个传感器 它能够自动检测和稳定器的一个姿态 并进行精确的一个调整 确保设备始终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这不仅提高的稳定性 也大大简化了用户一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此外呢 RS4呢 配备了一块1.8英寸的彩色的触控屏 用户可以通过它直观的查看各种设定的参数 并实时进行调整 那显示效果非常清晰 即使在阳光的这种环境下呢 也能够轻松的操作 RS4也支持多种智能的一个拍摄模式 那比如说跟随模式 还有就是360度旋转这种模式等等 值得一提的呢 RS4呢 它支持蓝牙和WiFi的一个连接 那通过DJI专用的应用程序 它的手机APP 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控制稳定器 这样你不仅能够远程协调拍摄参数 还可以实现复杂的预设动作等等 那非常适合在单名坐在的一个情况下 做一个拍摄 那新增的这个数拍模式呢 也是RS4的一个亮点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内容创作呢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短视频 那尤其是像抖音啊 或者是朋友圈啊 等等这些平台啊 那都是一个数拍模式会比较合适 那RS4呢 支持数拍模式的这个切换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在不影响画质和稳定的情况下呢 轻松拍摄时和手机浏览的数评视频 极大的提升了创作效率和灵活性 那关于它的一个丰富的拓展性呢 适用于不同的拍摄场景 它的机身上大家可以看到预留了很多的 比如说四分之一啊 和八分之三的英寸的裸孔啊 那支持多种配件的一个安装 那例如比如说你要安装外式监视器啊 麦克风啊 补光灯等等 无论是单兵作战还是团队协作呢 都可以很灵活的做一个应用 那RS4呢 还新增了这个RSA触点 这是之前在Pro系列才有的 那你可以连接监视器等等 其他的这种外接设备 直接连接在这个触点上就可以了 那此外RS4呢 还支持多种第三方的设备的兼容性 那适应性非常的强 不论是摄影爱好者啊 还是专业的摄影师啊 那你都可以根据你的自身的需求 来做一个自定性的一个配置 那进一步提升你的拍摄一个效果 那么RS4适用于哪些场景呢 那我觉得它很多场景 基本上都可以覆盖 无论是户外的运动视频 纪录片的拍摄 婚礼视频 还是广告电影制作 RS4它都可以轻松的胜任 尤其是在快速移动 或者是复杂的地形情况下 RS4的稳定性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那我自己在使用RS4的过程中呢 感受了它带来的明显的一个提升 那比如说在跑步拍摄 或者是比如说我在跟随人物 或者是快速移动的场景下呢 它的稳定性都超过了我的预期 那拍摄出来的画面 几乎是没有晃动的 总的来说呢 DJI RS4呢 是一款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的一个专业稳定器 它不仅具备强大的稳定性 智能化的操作体验 还拥有出色的续航表现和丰富的拓展性 那不论你是专业的摄影师 还是视频创作者 RS4呢 都能为你提供无与伦比的一个拍摄体验 如果你正在寻找这么一款稳定器 能够拍摄你的画面 就提升你的拍摄的一个画面质量 还有稳定性的话 那我觉得目前是人上最好的 就是这个DJI RS4了 那无疑是一个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好的 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或者想和我讨论的 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 做你做下一个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